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这期节目我会和大家聊聊笔电的选购建议 特别是轻薄笔电的选购 也是我最常买的机种 所以会有很多我个人的经验还有主观看法 而本期节目也非常感谢Intel的赞助 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做这部影片 因此我也会介绍Intel Evo Platform 也就是在台湾我们比较常听到的Intel Evo认证 特别是这个认证在轻薄长效笔电的规格优势 跟我这次想做的题目非常契合 因此一拍即合 影片看起来可能有点长 但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把它尽量讲完整一点 而且找了很多机器当范例 但是这些都是经过我们很多时间和心血 去精炼的文字还有整理的资料 尽量已经浓缩到这一万字当中了 你可以透过影片的进度条分段 快速找到你要的东西 或是透过这部影片的文章也可以找到你要的资讯 文章的连结也会放在影片说明栏 如果你是轻薄笔电的用户 或是像我一样 因为很多人会来找我提供一些资讯 和建议给他们帮助他们可以怎样寻购电脑 又或是你就是业内人士 影片中提到的型号刚好就是你负责的案子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很多人的第一台笔电最常听到的经验就是 预算两万上下的i5 然后到卖场逛一圈最后选i5的CPU 可能是14 15寸的基本款笔电 那以目前这类型的笔电最常看到的搭载 就是i5 1135G7这颗处理器 算是CP值非常高的机种 如果是经常在外移动的人 可能在用了几年以后就会发现 15寸的笔电加上充电器大概就会到2公斤左右 有点重 细带上就会成为负担 就会想要再换更轻薄更长效的笔电 那么我就蛮推荐用先看有intel evo认证贴纸的笔电 因为intel evo认证的笔电在轻薄还有续航力上 都有比较高的水准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提到相关的数据 此外包括IO的连接能力 WiFi 6反应速度等等 而在效能上intel evo认证来说 它至少就要有i5 i7的处理器 因此效能上就会能够有一定的水准 以目前第11代笔电Tiger Lake来说 常见的就是i5 1135G7 i7 1165G7 i7 1185G7这几个型号 对于文书上网 简单修图 倾图剪辑 打游戏 都是可以胜任的 适合大多数的人 甚至包括我自己 像我自己目前的主力笔电 也就只是i5而已 我觉得就很棒 非常够用 因为如果是影片剪辑的话 我会在主要集的i9上面做 或是交给剪辑师 那它的电脑也是i9的桌机 那i7笔电谁会买呢? 大多数笔电都会有i5 i7不同的型号可以选 i7的价格就高一档 但是效能就更强 适合有明确使用需求的使用者 例如这台华硕的ZenBook UX371 就是搭载i7 1165G7 但是一样是非常轻薄的翻转萤幕笔电 如果不是重量敏感型的消费者 又有打游戏 较大量的剪辑需求 那就可以优先考虑 H45等级的处理器机种 例如我之前开箱过的 技嘉的AERO 15 OLED 它们新款就是用i9-11980HK 或是i7-11800H 不过像这样主打高效能的笔电 就没有Intel EVO的认证咯 但是Intel EVO的认证 也没有仅限于TDP 15W的CPU 就是那些UltraBook 例如像Nanovo的Yoga Slim 7 Pro 它采用的是i7-11370H 是属于35W TDP-H35的系列 理论上的效能就会比15W的还要更强 但它同样也做到轻薄长效 以符合其他EVO认证的要求 目前Intel第12代的桌上型处理器 已经上市了 也带来了很好的回向 那第12代的笔电处理器型号 其实也已经发表了 而且机种都已经蓄势待发 虽然很多实际的机种 我们都还没有看到 但是大家借着这一集的笔电选购建议 还是可以运用到接下来几年的机种 并不会只限于2022年的笔电机种 所以结尾我们也同场加印了 下一代Intel第三代EVO的规格透露 在笔电上记忆体手重容量 因为如果要说时脉的话 大多数笔电的记忆体实脉都是跟着处理器而固定的 所以大多没有开启超频或是XMP的选项 要自己超频 可以我知道做得到 但也没有那么简单 那在轻薄笔电上又更是如此 基本上笔电厂商都会按照CPU预设的记忆体实脉的规格 例如i5-1135G7这颗处理器 在Intel的官网上你可以看到 它记忆体的类型这一栏就写到它是DDR4-3200 和LPDDR4-X4267 因此通则上你会发现搭载这颗i5处理器的笔电 从记忆体形态上就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XPG Xenia 14 它是搭载了DDR4-3200的例子 那另外一种就是像这一台 华硕的UX371 就是LPDDR4-X4267的版本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规格它是写Onboard 代表它就是Hans在主机板上面 虽然看我们频道的观众 搞不好你自己也会Rebolling 但是脱离这个同温层 相信你也知道大多数人是连搜定都不会换的 不会安装的 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额外讨论 那这边我们就是建议大家 买轻薄笔电的时候 记忆体就是手中容量最好一次选到位 图表就给大家全购的时候做参考 实际上需求也会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变 如果你不认同表格里面的某些部分 那我相信你一定是对的 因为代表你已经非常足够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这边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例如同样是4K剪辑 用哪一套剪辑软体 哪些插件 不同的影片格式 你是3-5分钟的短片 还是60分钟的纪录片 你是一鬼还是三四鬼 是否需要加上什么特效 或是每个人对于效能的需求都会不一样 游戏也是如此 你有轻度的游戏有重度的 也要看你的画质要开到什么程度 像我自己的桌机 i5 i9 即便是单纯上网这件事情 我都可以明显发现 i9那台就是真的比较顺 如前面提到 笔电上面的记忆体时脉 通常不是我们能够轻易去调整的 它规格写多少 基本上就是多少了 自己升级的 大多顶多就针对容量 不过自己升级时 有一些还是要注意 例如要看它是DDR4 还是DDR4L 还有它的时脉 电压 相容性 保固售后 这些都要留意 EVO认证 它要求至少要有8GB 而且一定要有双通道 那有通过的例子 像是这台华硕的ZenBook UX3711A 它就是16GB双通道的版本 像是我最近开箱的XBG Xenia 14 它虽然也是16GB 而且它最大可以扩充到64GB 但是它出厂就只有单通道 所以它肯定就拿不到 Intel EVO的认证了 就像很多桌机会安装独立显卡 有些轻薄笔电 也会有额外的显示镜片 那对于游戏 还有工作上的应用 就会有帮助 例如现在很多入门 2万元左右的i5笔电 就会搭载MX450独显 如果你是想要有 这些需求的用户 就可以优先选择有独显的机种 例如Yoga Slim 7i Pro 它就有另外一个型号 是搭载MX450独显的版本 不过这个版本 它就没有得到Intel EVO的认证 至于Intel EVO认证 有没有排他性 要求笔电只能有XC Graphic 才可以过EVO 这个我不得而知 欢迎大家分享 又或是像手上这一台 Asus TUF Dash F15 它搭载了RTX3070的显卡 属于电竞笔电了 即便是它属于超级轻的电竞笔电 大概也才2公斤左右 但显然与大多才1公斤出头的轻薄笔电 还是差蛮多的 尤其现在Intel的内显 XC Graphic 相较以往有比较大幅度的提升 实际使用的性能 其实不亚于中低阶的入门独显 可以达到同时外接两个4K萤幕 而我自己平常顶多 就是外接一个4K 即便加上UX371 它本身就有4K了 就已经是双4K萤幕了 在这个情况下 同时观看两个YouTube 4K的 60fps的影片 GPU的Loading大概是在30%到40%左右 如果更进阶一点 更极端一点 两个4K影片都让它同时两倍速播放 我想正常人应该不会这样 GPU的Loading就会反北到大概60%到70%左右 在极致轻薄的笔电上 其实我更喜欢那些就只有内显的笔电 加上我在笔电上都是以文书为主 不会剪辑影片或是跑深度学习 那有没有读显其实差异真的不大 独显的出现可能还与内显的功能显得重复 当然在一些情境上 它们也是可以设定成协同工作的 主要是我平常用不到 所以像我自己正在使用的Archabook 都是不具备独显的 其次 多了额外的显示晶片 显示记忆体 代表主机板上需要有更多的空间来放这些零件 那就会压缩到电池的容量而牺牲的续航力 而且额外增加的晶片也会增加耗电 一来一往之下 续航力又会再弱一点 第三 具备独显的机种 通常也代表它需要更强更大的散热系统 不然热散不出去 效能也是百搭 如果是极致轻薄的笔电 我觉得与其增加效能 我更看重的是续航力还有重量 而且如果厂商可以把不加独显的这个钱 这成本反映到售价上面的优惠 我觉得会是更好的 结论来说 如果朋友的使用情境是打游戏或深度学习 可以用心看那些有独显的机种 但如果是像我一样 是追求极致的轻薄 长效 那我觉得不带独显的机种会比较平衡 现在轻薄笔电几乎轻一色采用了固态硬碟了 乃至入门的i5 很多都是用SSD 因此这个章节就没有特别写Storage 我们就直接写SSD 因为相较HDD SSD的速度已经是突飞猛进了 但是SSD也是有分等级的 例如SATA3就受限于频宽限制 大概就是500MB 而常见的PCIe NVMe协定大概都可以在1000MB起跳 那就已经是翻倍啰 那常见PCIe Gen3主流也有达到3000MB 更甚至像是一些第11代的笔电 更是支援到PCIe Gen4 x 4 速度可以达到7000MB 是SATA3的十几倍了 不过速度越快 SSD往往就越耗电 在发热上也会比较明显 而且速度越快 实际使用的感受其实就越来越不明显 在这方面 Intel EVO认证就至少要有PCIe NVMe的SSD 而且容量要有256GB以上 那相较而于SSD的速度 容量可能才是大家更容易遇到瓶颈的 在这方面 大家也可以读观察 有些机种会有分不同容量的SKU 或是可以客制化选容量 例如Surface Pro 8 就是可以通过EVO认证 而且它有多种容量等级的机种可以选 所以如果你觉得256GB太小 就可以看看同规格 有没有512GB或是1TB的款式 之后有兴趣 你也可以进一步去看它的读写速度 随机读取能力 还有读写寿命 散热好坏 主控方案 颗粒等等 至此有关笔电选购上的几个关键零件 你都有大概的认识了 其实桌机跟笔电的零件有八九成像 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其中的规格 还有对效能的影响 可以看我们之前针对每个桌机零件 做的一系列介绍 虽然说是轻薄笔电 但其实业界对这个词 大家都一直有不一样的看法 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而且随着材料还有工艺的进步 现在很多14寸的笔电 比13寸还要小还要轻 甚至15.6寸的笔电也有比13寸还轻的 10年前Intel给UltraBook的定义 是厚度20mm以下 重量1.4公斤以下 现在Intel Evo的标准是厚度15mm以下 就像这一台ZenBook UX371 它的厚度才有13.9mm 就有符合Intel Evo的标准 有时你可能会发现 笔电官方标示的重量跟实际有落差 那撇除掉厂商灌水数据的情况 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如前面提到的 每个机种它可能下面会有不同的型号 定如机体的多寡 SSD的容量多寡 导致用料散热的不同 就会影响到实际的重量 还有实际量产机器跟工程测试机 还是有一些修改跟落差 又或是大多厂商它只会标示到百位数的功课 例如它会标1.3公斤 但实际上它是1340公克 可能选择45入 所以我们实际测试下来就会发现 重量跟官方标示的差个50公克 100公克其实都很常见 不过通常我们测起来的经验 的确是实测起来会比官方标示的还要再重一点 比较少有那种测出来比官方标示还要轻的 那人手对重量的感知其实相当命对 你可以试试看自己拿着不同款的手机 虽然可能差几十公克 但是人的手是可以感受出来的 而在笔电上我觉得差几十公克 通常不见得能准确分辨出来 但是如果差个一两百公克 那就蛮明显的了 大多数人都可以准确说出哪一个比较轻 哪一个比较重 只是讲不出来具体轻多少重多少 而音响手拿的重量感受因素还有很多 像是笔电的重心 配重 机身外观 表面材料 颜色 拿的姿势等等 都会造成我们的主观上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自己实际上拿拿看是非常重要的 续航也是轻薄笔电的重要指标之一 不过相信大家经常发现 自己实际使用的时间 经常会比笔电厂商标示的还要短 当然厂商的续航力有没有灌水 我们很难矩阵 但是大部分厂商其实都有自己的测试标准 很多也能够在网页中找到 实际上我们在测试笔电的时候 有时候也找不到这些资料 所以就会跟原厂反映 向他们询问他们的续航力测试标准 如果按照他们的设定 基本上都可以保超过他们的标示 所以厂商大多都会保守一点 只是这个测试标准 到底符不符合消费者实际使用的情况 这个其实就蛮难讲的 而且大家的测试标准都不一样 所以Intel Evo认证在续航力这块 更强调使用者的实际使用情况 例如Full HD的荧幕机种中 在升值应用场景 至少要有9个小时以上的续航力 而且充电30分钟 要能够达到4小时的续航力 确保对于长效需求的使用者来说 能有一个及格的水准 当然实际上有过的机种 很多都比这个标准还要更强 笔电的续航力 除了CPU、萤幕还有管理方式 都要构成电 电池的容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电池容量一大 笔电的其他零件 可用空间就会被压缩 而且电池增加也会让笔电变得更重更厚 因此还是要抓一个平衡 而大家很关心的价格 我们就直接讲结论 如果你要争取到便宜的入手价 不外乎就是网路还有实体店面多笔价 经理大多数人只要做到简单的货比三家 就已经不容易被当飞样仔了 但如果你要苛求到差500块100块都要省 然后你同时又要保证自己买到的是全新机 就不会因为很便宜所以被骗 那所花费的时间还有精力 就会是指数上升 对大多数三四年才买一次笔电的人来说 肯定是不划算的 网购的价格就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你就不用跑到实际的店面 偶尔网购也会有那种超便宜的特价 但这个特价是平台真的让利给消费者 还是他在清库存 你就需要多了解规格 多一点经验才能知道了 那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过往 还有未来的内容中会谈到的 如果你有很多网购的经验 大概也知道 七天建厂期 七天犹豫期 裁缝市同购买 退货 捐收处理费等等 或是你有花很多时间比价的经验 你也知道 那些网购上面挂最便宜价格的 很高比例其实都没有货 或是实体店面跟你说 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真的就是比别人的平均都要低了1000多 最后你回去问他 他跟你说 哦 那个刚刚唯一一台卖掉了 或你要不要考虑其他几种更好的呢 或是那个是未睡价啦 要加5% 或是缺货客定要等啊 展示机裁缝机之类的各种理由 虽然法规对于网购或是实体购买 都有相应的法规 但由于资讯不对等 消费者通常是相对弱势 遇到不好的卖家花样白白种 他不卖 耗你的时间和心情 你也拿他没辙啦 所以比起花几十个小时比价 只要这个价格算得上便宜 合理 卖家也值得信任 即便我知道可能还会有更便宜的机会 我大概也不会去计较 尽量不会耗费太多时间 也尽量做到 不要让列币去煮2币吧 那光是怎样买到便宜的电脑 或是常见的话术 还有购买商要留意的事情 都可以讲好几期了 那这集我更希望的就是给大家一个观念 在大量比价之前 你应该要更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在这个前提下 你再去比价 寻价比较有意义 不然即便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比价到最便宜 但是买到了并不是最适合自己的机种 那也称不上是有CP值吧 那其实才是最亏的 外观我们就先讲颜色好了 因为颜色会非常影响我们对外观的感受 而且每个人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 有的人就比较喜欢低调、深色、黑色 这样看起来比较属于安全色的笔电 但也有些人会比较喜欢像MSI Precitage 14Evo 它除了黑色白色以外 它甚至有粉色可以选择耶 而且它粉色的程度非常高 连触控板和键盘都做到是粉色的 我就光是颜色这一点就非常有吸引力 此外有些表面材质和颜色其实很容易沾脏显脏 例如纯黑和纯白 举一个不错的例子 例如ZenBook你很少会看到它们的系列会出纯黑色的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 因为纯黑的表面真的很容易会看出手游还有灰尘 或是像ZenBook在A键非常经典的同性元法斯文 上照镜面玻璃或是雾面金属 也就不容易留下手游还有指纹 有一些笔电的外观设计会比较好拿 即便客观数据上整机的重量比较重 但是携带起来其实更不费力 例如屑形设计对手掌来说就更好握 例如像Dale的XPS 还有XPG Xenia 14 它们底部就是将脚垫设计成长条形的 让逻辑在拿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好的势力点 也比较不容易手滑掉落 有些笔电的配重有设计过 那单手拿的时候就会觉得 蛮轻的 特别是有一些设计不错的轻薄笔电 你会发现这些细节的感受 常见可以大略分为塑胶和金属两个大方向 但其实实际上是搭配着互相辅助使用 很多人会觉得用塑胶一定就会不好或是比较廉价 的确有些产品如果你用塑胶真的看起来会比较廉价一点 但你说真的有不好吗?其实不一定 有一些塑胶机壳也可以表现出很好的质感 例如可以有钢琴烤漆的亮面或是膜内样印 也有其他不容易留下指纹的工艺 或者是说有些产品他就是不希望表面会有导电的材质 那用塑胶也可以避免这个情况 而且塑胶材质冬天的时候也不会像金属机壳一样 就感觉很冰 摔掉的话塑胶也不容易猫下去 但是可能比较容易直接裂掉 所以塑胶机壳没有说一定怎么样不好 但是也要看你怎么样去运用它 当然金属机壳有很多好处 大家也耳熟能详 目前比较贵的轻薄笔电也大多的确都是金属机壳 而且通常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金属机壳的笔电 尤其是那种unibody一整块CNC下来的这种 特别有情怀 而且坚固性也非常好 缺点是这种设计的 通常重量会重一点点 但也有特例 例如说法硕的ZenBook UX392 就是一体成型的 但是UX392的重量它就可以做到很轻 另外大家常听见的钻石刀角 钻石切边 就是像这一台ZenBook UX371 它周围这一圈金色的 可以让机身边缘不那么尖锐 也会有特殊的手感 外观也深受大多数消费者的喜欢 常见是金属原色的银色 但也是也可以加工成不同的颜色 例如像这一台它就做成金色的 跟机身本体的颜色就非常搭 视觉效果就很棒 金属材料常见就是铝合金和铭铝合金 现在追求轻薄 很常见的做法就是外壳是薄薄一层的金属 这种通常就是冲压去做的 那里面是塑胶的结构 这种真的可以把机身做到非常轻 甚至一公斤以下 像是微钢的XPG Xenia 14 我们之前才开箱过 它的重量就在一公斤以下 相较来说一体成型的机种 它的刚性会比较强 但是你可以试试看扭曲笔电机身 超打C面键盘 或是按压笔电上盖 都可以感受到这两种做法明显的差异 当然一体成型的机种 也有用塑胶的材料 只是它在外壳金属部分的厚度 还有加工方式明显就是不一样的 虽然高阶机种不见得都会用CNC一体成型 但的确CNC的机种 目前大多数都会是高阶机种才会用的 金属机壳表面还会有各种表面加工的方式 做出来的感觉也非常不一样 可以在我们过往开箱笔电 桌机里面的文章可以找到一些介绍 其他材料像是碳纤维 陆陆续续都有厂商在推出 最近像是Viol就有出 或是我之前比较有印象是 十几年前技嘉有推出的碳纤维 我记得那个时候去光华商场 搭捷运在中下行程一号出口 上去之前的广告墙 或是在整个光华商圈 都可以看到很多这台机器的广告 或是十几年前 华硕也有推出过表面是 竹子材料 或是皮革材质的碧垫 好,我们就此打住 我们不要再干股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之后再多聊 以前Intel刚开始推CULV AltraBook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笔电 萤幕解析度主流的是 1366x768 还有1920x1080 那现在的主流是 以1920x1080居多 当然现在已经有 越来越多轻薄的Windows笔电 已经用4K的萤幕了 那Intel Evo就要求 12到15寸的笔电 它解析度至少要为4HD 以目前常见16比9 14寸笔电来说 1920x1080是162ppi 4K 3840x2160是315ppi 因为我自己会有用笔电 大量看图看影片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萤幕解析度 大概2.5K 大约是210ppi 是最好的解析度 那为什么不是4K呢 因为以轻薄笔电的 使用场景和 需要考量续航力来说 如果在网上4K 画质在大多数场景 其实不会那么明显 但是对效能的占用 还有笔电的耗电 就会提高了一些 而在萤幕比例方面 这边就不干股说 以前CRT或是以前的笔电 其实是流行3比2 还有4比3的 反正现在主流就是16比9 少数有16比10 哎呦 最近这几年变化有点多 3比2又开始回来了 让我个人习惯 是觉得16比10 是目前最棒的比例 另外现在你会发现 越来越多笔电 使用OLED的面板 相较以往常见的LCD IPS 大家的喜好其实也不一样 重要的是你自己看得舒不舒服 举例来说 OLED受限于PWM的调光 很容易会有平闪的表现 以及寿命的疑虑 但老实说 我自己在手机还有笔电上 我是看不出来的 寿命我也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有些眼睛比较敏锐的朋友 或是我的同事 他们就说看起来真的有差 他们说OLED的 看起来真的会比较累 所以像是荧幕解析度 荧幕比例 或是面板的形态 interbox内部每个同事 我们感受或喜欢的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真的是蛮主观的 而荧幕的镜面和雾面 我没有真的统计过 但我个人感觉 好像每隔一阵子 就会此消彼长一下 像之前有几年 都是镜面居多 但是现在这几年 大多Windows的笔电萤幕 几乎都是雾面的 对于反光还有手游的抑制 就会比较好 又但是最近OLED和4K的 市占率越来越高 所以感觉镜面又开始变多了 例如华硕这台ZenBook UX371 它就是OLED 4K的镜面萤幕 又同时支援触控 还有4096节压力感应的触控笔 一分钟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雾面萤幕的优点像是 反光会控制的比较好 那意味着你在室内的光源下面 或是室外 都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萤幕的内容 那另外就是 雾面萤幕表现呢 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看出手游 后续在擦拭还有保养上 也是比较方便的 此外雾面的程度 其实也是有高低之分的 但通常厂商也不会在规格写出来 所以我建议你要去 实际看看机器的感受 雾面的缺点通常就是镜面的优点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首先雾面比较明显的缺点在于 如果是4K这样的高解析度 在经过雾面后 人眼看到就容易糊成一团 那4K解析度的意义就不大了 有时候看起来可能比4HD的画面还要更糟 所以在笔电上 你很少会看到4K的萤幕 搭配雾面这样的机种 可是在桌上型萤幕 27寸32寸4K 这样大概是100多PPI的等级 雾面还是居多的 而1080P加上雾面以后 可以明显减少看到像素颗粒的感觉 所以满足大多数文书 上网的需求 也是大多数使用者可以接受的平衡点 因此流行的快要10年了 第二个大家可以知道的就是 雾面它会造成一点色差 所以你会发现 比较要求色准 还有高解析度的笔电 大多是采用镜面的 但是反过来说 它在抑制反光还有手游 还有未来保养上面 镜面就会比较麻烦 有一点跟荧幕显示 本身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非常影响我们使用笔电的感受 就是荧幕可不可以单手打开 这个就牵涉到笔电本身的重量 还有枢纽的设计 也很容易在这种地方 感受出低阶机种跟高阶机种的差异 尤其是2万元的基本款笔电 你可以跟高单价的轻拨款比较 你会发现高单价的笔电 通常枢纽都会做得比较好 具体就表现在荧幕比较不会晃 而且可以维持在低角度不会盖上 或是开关的手感比较平滑 甚至寿命也会不一样 而Intel Evo 也蛮在乎使用者打开荧幕后的感受 像是就要求笔电要能够在一秒内睡眠唤醒 对于轻薄笔电这种随身携带 可以急促回到工作状态 在使用上体验真的会好很多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使用者 或许这对于把笔电当桌机用 或是AB定点跑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感觉 但对于把笔电当手机用 一天开合二三四次的我来说 这个时间差是很有感的 选择自己喜欢的键盘layout也很重要 那这部分也没有绝对的答案 但可以举出一些常见的例子跟大家分享 例如很多笔电厂商会把电源键 坐在右上角delete键的隔壁 导致很多人会反映说 按delete键的时候会误出电源键 那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困扰 但我知道很多人会抱怨这件事 第二个function键 常见如音量控制 萤幕亮度 键盘背光 萤幕输出效能模式等等 这些排列和功能符不符合你的使用习惯 还是你愿意调整自己的习惯去适应它 这些都是要考量的 此外有些笔电设定 一定要组合键按function才能动 但我实在不喜欢调整萤幕亮度或音量的时候 还要按两个按键去控制 那有的笔电它就会有设定不同的模式 让消费者自己去决定 第三个大家很常诟病的就是 笔电的方向间可能会缩小成半格 可能就导致误触 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影响都OK啊 反正半格在上下键按的时候 感觉其实还更快 但是我也可以体谅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方向间跟原本桌机上使用的不一样会很不方便 第四个功能键方面 我就特别在意 有没有print screen这个按键 因为这个功能使用率真的是太高了 不过对我来讲像是pitch up pitch down 还有home end就平常用不到那就可有可无了 另外在不同地区国家贩售的笔电 也会提供不同排列方式语言键盘的机种 例如在日本买的笔电大多就会是JIS的规格 整个布局就会跟我们中文看到的不一样 那最明显的就是像enter键 如果可选 我会优先选择没有中文注音苍结的键盘 只有英文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但是如果还可以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完全无印的 那就更漂亮了 但是市面上基本上没有这样量产的机种 那说来也矛盾 虽然早就可以忙打 也可以忙按快速键的程度了 但是我觉得键盘背光还是蛮有必要的 就是一个仪式感的感觉 还有晚上打四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看 还可以充当一下环境光芒 另外我比较会在意的就是键盘背光的段数 够不够细 例如有些就只能调 关 弱 墙 那有些可以调到十几段 那感受就会差很多 其他的就像是键盘背光 有没有漏光的感觉 还有它的亮度会不会均匀 还有字体的印刷好不好看 背光打出来的色温如何 我觉得这些也是大家在看笔电的时候 可以寻找自己的喜好 那还有一点也是非常主观的 就是打感还有声音 这个我觉得就要大家亲自去体会了 比较好的笔电 急确会多花一点心思在这边 让消费者感受会比较好 笔电如果要发挥CPU的性能 那散热和供电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最常见的散热方式就是导热管加上风扇 不管是1万5的文书机或是四五万的轻薄笔电 还是十几万的工作站电脑 几乎都是这样的设计 或是一些平板笔电采用Fanlist的设计 就是完全无风扇 因此就不会有风扇的噪音 例如台湾目前还未上市的Surface Pro 8 就是采用Tiger Lake的CPU Fanlist的设计 而且它同时也具备了Intel Evo的认证 散热或供电不够 就会导致CPU和GPU的效能发挥不出来 以轻薄笔电来说 我自己的用途主要就是上网 文书、看影片、修修图 轻薄笔电的CPU的极限 大概就是15W到28W 但是也不太容易长时间一直gain到那个peak 所以如果是很需要运算的工作 我都会优先在桌机上面去完成 当然轻薄笔电 可以深入去谈功耗 还有散热的内容还有很多 但是讲下去会要解释一堆名词 恐怕真的太深 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话 我们过往的开箱还有评测笔电中也都有提到 但如果你是要工程绘图 影片剪辑 长时间打游戏这样看重效能的需求 那具备独立显卡 高效能搭载Intel H35、H45的笔电就更加合适 那也就非常必要了解散热还有供电 对你整台电脑效能发挥的关系 那希望我们之后有空 独立一起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原来Evo对声音也是有测试标准的 例如要求在距离50公分的时候音量达到78分贝 而低音的频率也要能够小于353赫兹 但是大多数轻薄笔电的音效受限于空间 你当然无法要求它跟O1的桌机或是单价更高 或是厚度更厚的笔电相比 不过几乎所有厂商都会标示说 自己笔电的音效多好多好 而且还有各种你念不出来的品牌联名 合作调音 看起来就真的很厉害 但真的听起来音效不错的笔电其实不多 如果你很重视音效 我就建议可以尽量去店面实际感受 也可以看看Intel Evo笔电的音效 是不是有比较好 IO部分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USB 至少大多数人现在都已经分得清楚 Micro USB跟USB-C是不同的东西了 但有一些看不到规格的细节 就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地方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常见这种方方正正的USB 通常就叫做USB Type-A 要留意速度是USB 3.2 Gen1 5G 还是USB 3.2 Gen2 10G 可能也要留意哦 现在即便是一些入门笔电或是高阶笔电 它可能上面都还有USB 2.0的规格哦 第二个就是USB-C 很多人的手机、平板、笔电、蓝牙耳机 现在都只有一个USB-C了 不过大家要留意 它跑的是什么协议、什么速度 目前有常见以下几种 我们一种一种来看 第一个USB 3.2 Gen1 就是大家以往熟知的USB 3.0 速度比USB 2.0快上了10倍左右 USB 3.2 Gen2速度又比3.2 Gen1快上一倍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感的 而Thunderbolt 3、Thunderbolt 4就更厉害了 频宽可以达到40GB 当你用外接SSC的时候 也可以达到32GB左右 速度是非常快 Intel作为Thunderbolt的标准制定者 目前Evo认证也要求支援Thunderbolt 4 而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Thunderbolt 4是可以支援USB 4的 目前除非你是业界内的人 否则你大概都还没有看过USB 4的产品 不过放心,今年就会开始陆续出现了 而这也代表着现在买Intel Evo的笔电 以后未来几年可以直接支援USB 4 也会是未来几年重要的Io规格 Intel Evo具备Thunderbolt 4 而Thunderbolt 4底下也支援了DP 1.4HBR3 配合上Intel目前第11代的笔电处理器 比如i5的CPU 理论上也是可以支援到8K哦 那只是我们现在手上都没有8K萤幕 平常顶多就是4K 60Hz的萤幕外接 或是像有些人会多买一个系带型的外接萤幕 就可以只通过一条线 DP Auto的USB-C线 或直接用一条Thunderbolt线连接 就可以让画面连接到另外一个萤幕 而Intel Evo认证的笔电 大多都可以支援外接两个4K萤幕 这完全就超出我平常会用笔电外接萤幕的需求了 例如前面提到 同时在两个萤幕上 同时播放两个4K二倍速的影片 这完全就超出一般人使用笔电外接萤幕的需求 而Thunderbolt 4还支援了100W的充电 可以用Power Deliver充电 不用像传统笔电一样 一定要用专门的充电器才嫩充电 对于出外过夜旅行 也就只要带一颗大功率的USB-C的PD充电器 就可以满足笔电手机平板的充电需求 而且通用性也更高更方便 此外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更大量的IO需求 那Thunderbolt SSD,Thunderbolt DOS,Thunderbolt The Dock 这些有非常多非常丰富强大的硬体生态 例如我们最近一两个月也会制作出Thunderbolt Dock的横向评测 也请大家期待 这些都是Intel EVO认证的笔电 因为支援Thunderbolt 4 而这些规格就可以享受到这些功能 相较之下 目前USB-C还比较混乱一点 那之后USB-4出来应该还会再更混乱 但以目前轻薄笔电主要还是以USB-3.2 Gen2 10G为主 或许已经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那有的USB-C也有支援DP-Altimo跟PD充电 所以如果你有特别需要这两个功能 也要看仔细产品的规格 因为不见得每台笔电都有把这些功能做到USB-C上面哦 还有一些常见的影像输出 通常是以HDMI为主 因为DP如果有的话 通常就是上面说的直接走USB-C的DP-Altimo 像这台ASUS的ZenBook UX371 它不仅有Thunderbolt 4 它还具备了标准尺寸的HDMI 并且支援到4K 60Hz 那具有独立HDMI的好处是 这样就能够支援大多数的荧幕、电视还有投影机 因为我们的开箱工作和娱乐经常会用到相机 那相机就会用标准尺寸的SD卡 因此笔电有没有标准的SD卡读卡机 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 当然你可能会想说那有什么关系 相机上面用MicroSD的Adapter 就可以对应到笔电上面用MicroSD也可以啊 嗯...光是这个选择性 其实也可以单独讲一起的 但是简单来说我不否定有这种做法 但我自己还是选择有标准尺寸SD的工作流 此外记忆卡的速度是UHS-1还是UHS-2也是天壤之别 速度大约是150MB跟300MB的区别哦 那如果是大多数消费者 其实UHS-1就非常够用了 但如果是摄影机相机的使用者 笔电内建的读卡机有支援SD卡标准尺寸的UHS-2 用起来就更加顺手 除了用有线的方式连接 现在的笔电大多都具备无线网路 目前新的笔电大概都支援WiFi 6 简单来说新的WiFi 6它的速度更快 更稳定更安全 而且传输效率快这一点 对于有进阶需求的人来讲就很合适 比如在家里或是公司 要从内网的其他电脑或伺服器拉资料 那么配合上中间的APR子 都能够达到相应的速度 那WiFi 6的速度就可以被表现出来 Intel Evo就要求笔电至少要具备WiFi 6 而通常他们都会搭配Intel的AX201网卡 因为这张网卡就专门设计来搭配 Intel自家晶片组的 除了WiFi 6它也包含了蓝牙5.0 AX201也可以支援2.4GHz跟5GHz的网路 天行也可以达到2x2的设计 所以如果你是想让AP在内网 也能够发挥WiFi 6的速度 就可以锁定有这几项规格的AP来购买 当然更细节可以看我们过往开箱 其他AP的文章和影片 看看如何挑选 此外笔电还会有很多附加功能 例如Evo就要求笔电的CAMERA 至少要有720p 30fps 虽然它萤幕的边框这么薄 但依旧具备了720p的镜头 或是有些人很注重安全性和隐私 那就可以找那些有实体镜头盖的笔电 例如我们之前开箱过的GIGABYTE AORUS 15G 它的镜头在下方 而且是有实体遮罩可以遮住镜头的 Intel其实不断在推进轻薄笔电的标准 例如下一代Intel Evo第三代也已经出来了 但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想说 为什么是第三代不是第二代啊 那是因为Intel Evo前身是Project Athena 因此第二代Evo就命名为Intel Evo第三代 其中像是续航力部分要求就更高 不仅续航力从9小时提高到10小时 也加入了混合多人线上会议的情境 要能够有5小时的续航力 真的如果大家有试过连续一整天拍好几个会议就知道 线上开会其实是非常好笔电的电 而且第三代Evo它的效能会更明显提升 因为第三代主打的讯息是全能型 符合现在远距工作者和创作者的笔电 让笔电不再只是轻薄长效 效能更是不需妥协 当然现在我们都没有测试到相关的机种 但是可以预期的是 接下来CPU会要求搭载到第12代的处理器 也就是Older Lake 而为了发挥Older Lake大小盒的效果 势必也会包含了Windows 11的支援 甚至就目前看到的资料 Intel Evo第三代也会测试笔电运作时的噪音 像是电子零件的声音 还有风扇运转的声音都会考量在内 而在疫情时代 线上开会的需求不是大增 是暴增 所以像是开会时的噪音控制 画面的提升 背景虚化等等 都会是下一代笔电 下一代Intel Evo第三代值得关注的地方 一直以来比起单纯的开箱笔电 其实我们非常想和大家分享笔电的选购心得 尤其是轻薄笔电 没想到这是一部上万字逐字稿的影片 长达了40分钟 感谢所有看完的观众 也感谢这次和Intel Evo的合作 让我们可以一边推荐大家 选购笔电可以去了解的地方 也可以如鼠加征举出这么多机型 将近10台笔电当例子了 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内容 最后我们再帮Intel Evo打一下广告 如果你在找有一定水准的 Windows轻薄长效笔电 真的可以优先看看 Intel Evo认证的机种 可以避开一些地雷 或是有特定短板的笔电 或是只有轻薄 但实际上续航力没有很长效的机种 搭载Intel Evo平台认证的笔电 都会有Intel Evo的标章 方便新手便是 这部影片用到的很多素材 都是我们这几年开箱笔电 所累积拍摄的成果 希望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